这种社会还有这种强健的好像又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 当时心里面就感觉到蛮气愤的 就心里面只想到把那个歹头先抓住 没想其他的问题 眼前的这个男人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禽兽不如 他从2011年开始 在他刚刚年满20岁的时候就走上了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在逃亡的6年时间里 他先后侵犯侮辱了13名女性 其中有4人被他残忍的杀害 并且还是两名天真无邪的孩童和两名未成年的少女 他就是恶贯满盈的姚长凤 尽管被警方列为了B级通缉犯 但这个混蛋竟能在这个高科技的年代依然躲藏逍遥了6年之久 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11年12月1日的下午 这一天姚长凤正在自己的出租房里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有四小说 书中的描写让他的内心狂躁不安 恰巧这是他看到了隔壁出租屋里的小女孩一个人在家 于是他就恶向胆边生 借口进入邻居房间 便暴力地侵犯了年仅7岁的小女孩 而此时一直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孩弟弟听到了家中的响动声 便急忙跑了回家 结果被欲望占据的恶魔姚长凤直接去到厨房 拿起菜刀将兄弟两人给活活看死了 犯事后的姚长凤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清醒而去自首 反而是很平静地回去收拾好了自己的物品 逃之遥遥 并且他已经为日后的逃亡做好了计划构想 晚上先回到家的是小女孩的父亲 他一进门便看到了这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 当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立刻回过神来的他赶紧报了警 警察来到现场顿时就猛了 作为警察也从来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手段 瞬间感觉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起来 心都是痛的 由于担心孩子的母亲无法承受这样的场景 众人在女孩母亲回来时直接将她拦在了门外 但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声响彻了整个夜空 警方在现场的勘察中发现了一些带血的足迹 足迹一直延伸到了隔壁的另一间出租房里 而在这间出租房里 警方还找到了一双沾满了血迹的拖鞋 经过检测 拖鞋上的血迹与案发房间内的血迹相同 于是警方很快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便是隔壁的姚长风 而此时的姚长风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经过调取周围的监控得知犯案后姚长风 坐着一辆公共汽车去到了把毛镇 下车后他便直接躲进了大山里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缩山抓捕行动便开始了 由于此案件相当的恶劣 并且死者还是两个小孩 这起案件在当 当时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警方派出了一大批的警力 并和当地的民众一起地毯式的搜山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几个交通要道上都设置了卡点 以确保姚长风插持难飞 但任谁也没有想到 姚长风的野外求生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很强 在夜色的掩护下 他成功逃出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围堵 20天后 警方对姚长风发出了B级通缉令 在姚长风逃亡的过程中 一天下午 他沿着河道行走时 忽然发现了一个独自走路的小女孩 此时 姚长风内心深处的乐魔再次被唤醒 他再次向这个无辜的小女孩伸出了罪恶之手 姚长风第二次作案是顾忌重施 并且根本就没有打色放过这个小女孩 他觉得小女孩一定会暴露他的行踪 于是他在犯案后找来了许多大事快 直接全部都压在了小女孩的胸前 随后潇洒地又钻进了密令深处 而这个无辜可怜的小女孩 还有四天就可以满九周岁了 在他失踪后 发动了所有人四处的疯狂寻找 可偏偏就在他生日的第二天被找到了 小小的身板被众多的大事快已经压得不成人心 法医检查后发现 小女孩是因胸部外伤引起的呼吸循环率及而死 也就是说 她是在一点点的痛苦中死去 她的家人一想到自家孩子死前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顿时难过不已 2013年2月18号 姚长凤在龙山地区再次作案 这一次 姚长凤在一条小道上遇到了一个15岁的小女孩 她用一把剪刀挟持着小女孩 把她拖进了灌木丛里 小女孩奋力挣扎反抗 可这并没有让姚长凤有意思地害怕 她猙獰地笑了笑 直接将小女孩给杀害了 并又侵犯了血淋淋的尸体 接着便将尸体随便地掩埋了一下 然后再次地躲进了密令深处继续逃亡 她虽然知道自己早就被警方盯上了 但她还是依旧屡次犯案 色胆包天 在2013年2月到2017年7月 这四年多的时间里 她先后在重庆梁平区 和有阳县两地多次作案 共有10名落单的女性遭及侵犯 在这四年里 她也屡次差点被警方抓获 在2017年2月的时候 梁平县的几位村民在附近的山上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帐篷 他们发现里面有一张床 并且周围还有很多树 在帐篷外的一个不远处的山坡上 还种了一些蔬菜和辣椒 并且在帐篷周围的一块部分 她还分出了明显的生活区域厨房区 并且还放着一把伞 看来姚长凤已经培养出了 极高的生存能力 姚长凤应该也是觉察到了危险 于是在警方到来前边又逃跑了 后来据她称 逃跑后她直接去到了湖南淮花县 在这里她又忍不住准备再次翻案 于是她四下开始寻找目标 2017年7月8号在湖南省流林居市嘉平镇 这天正好是镇上的祭祀 王老太和她的孙女一起去镇上赶集 孙女走在她的前面 当时因为跟村民说话 因此王老太落在了后面 可疑眨眼的功夫 小孙女就不见了 此事也正是在一家加油站旁 于是王老太便拉着正在上班的小伙阿兵 当听闻王老太的讲述后 立刻放下手中的事 与其一起往前往寻找 在河滩上发现了小婷的一只鞋 这是一位好心的加油站工作人员 看到正要作案的姚长风 一边继续阻拦她逃离 一边喊来其他的路人 此时的姚长风还妄想着 只要自己过河后 就可以消失在丛林之中了 但她万万没撩到的是 追赶她的人越来越多 个个都如同了朗普什般的向她涌来 还没有过河 就被追上来的众人暗倒在了河里 此时她还一个劲地挣扎 为了防止她再次脱逃 众人将其手臂直接反绑了起来 其中一人机智地解下了皮带 直接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这才让这个河满老湿了下来 随后姚长风被送到了警局 当被问为什么要杀死小曼姐弟俩时 她表现得十分冷漠 回答说因为怕他们去告密 她说自己没有任何特定作案目标 也不管受害人长得飘不飘女孩 只要她们落单 并且这些女孩基本都是未成年 除此之外 她还犯下了42起的盗窃案 据姚长风自己交代 在这六年的逃亡期间 她一直是躲在偏僻的山洞里生活 从来不敢坐车 更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平时的生活就是靠石荒和盗窃为止 随后 警方将抓捕到姚长风的消息 通知到了她的母亲 但她的母亲则在电话里沉默了许久 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我以为她早都已经死了 根据姚母的回忆称 姚长风的亲生父亲在她小的时候 就因为犯强奸罪而被判入狱 在狱中没几年就因病去世了 而这是对姚长风的打击不小 随后姚母便改嫁他人 不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姚长风在小学毕业后 就没有再继续上学了 随后还为成年就早早在外打工谋生 并且很少回家 仅有的几次回家 也不怎么和家里人说话 有次姚母无意中看到了 她手机中的通讯录 而通讯录中的联系人 只有寥寥几个 可以想象得出她是个非常孤僻的人 没有人能了解她平时脑子里想着的是什么 但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成年后的姚长风 居然犯下了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的罪行 这简直就是中挂得挂 中斗得斗 只不过她做出来的事情 远比自己的亲生父亲还要凶残 早在2011年时 姚母在警方的调查中就知道了 其儿子的罪行 一开始她还是不相信的 但在看到了警方拿出来的铁证后 姚母顿时嚎啕大哭了起来 虽然看起来姚长风似乎有一点点的可怜 但如果真是要放眼看过去 比她凄惨百倍的人不在少数 而其中很多都通过自身的努力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所以这并不能成为她犯罪的借口 更不可能借此而对她减轻法律的制裁 2019年 姚长风被依法判处了死刑 并于2020年4月23日执行 这个恶魔终于消失了 最后 她的母亲一直不愿再提起她 听闻她的词讯 趁默片刻后说 就当我们生过她吧